更年期指的是女性永远不会再有月经之后的岁月 也被称为绝经期 通常发生在45到50岁之间 此后女性也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由于相关激素分泌量大幅下降 也会出现出汗 头疼 易怒 关节疼 肌肉疼 乳房疼 体重增加等等现象 在相当多的描述里 更年期这个词本身就带有 甘枯 抑郁 失去光泽 魅力消退等等负面的文化性描述 大多数女性对此都是有些恐惧的 而如果你听过我们之前安慰剂效应系列的第三期内容话 就会知道这些负面的文化暗示 反而会加重反安慰剂效应 让症状更加的明显 今天的科技参考 我们从人类演化角度为更年期翻翻案 听过之后多少能扭转大家对更年期的负面评价 说不定还会生出一股我更年期我自豪的念头 哪怕你现在只有20岁出头 把这期听进去了 都对自己几十年后大有注意 首先要翻案的呢 更年期这个词并不是自古有之的 普林斯顿大学在2019年出版过一本 专门考证更年期史料的书 叫做《女性更年期的科学历史与意义》 作者是佐治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苏珊 书里用大量的例证说明 在18世纪之前 欧洲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存在更年期的概念 即便上万年来 人们早就知道女性达到一定年龄之后 月经会停止 也没有哪个文化 为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女性身体变化 特别造出这么一个词来 18世纪之前 在绝大多数的文化里 女性反而认为 绝经之后的生活更好 因为此后再也不需要负担生育的压力 不用再应付麻烦的月经 和与之相关的种种禁忌 作者认为 今天更年期女性的各种症状 跟心理上的困扰 至少有一半来自于身体变化 还有一半来自于文化上的负面描述 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 女性绝经之后 远没有今天这么困扰 通俗的说 不要那么没有自信 女性只要相信 自己进入更年期之后 生活会变得更自由 压力会更小 那自然感觉就会好一些 接下来要为更年期翻案的 就得说说祖母家说了 祖母就是外婆或者奶奶 这是一个用演化方式 解释更年期的说法 能让我们看到一些更年期的优势 绝大多数动物 在丧失繁殖能力之后 不久就会寿终征寝 或者换一种说法 就是绝大多数动物 都可以繁殖到生命的最后阶段 不论雌雄 比如说很多昆虫 鱼类 交配完不久之后就会死去 高级一些 像大象 黑猩猩 寿命都可以有40岁到60岁 但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 依然可以生育 可人类是个特殊的例外 45岁左右 女性就失去了生育能力 此后却还能活 三四十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 大约占了女性生命的三分之一以上 这时长是非常夸张的 统计整个自然界 除了人类之外 也只有另外几种鲸鱼 可以在失去生育能力之后 再活上几十年 这是一个很异常的现象 祖母假说 就是用来解释这个现象的 简单的说 老了也好 奶奶也好 他们失去生育能力了 虽然减少了 由他们亲自产下后代的数量 但是却因为 可以帮助自己的女儿 或者儿子照顾孙辈 而间接的扩大了基因的数量 因为孙辈毕竟还有四分之一的基因 跟祖母是一样的 这样的演化模式 让女性即便在失去生育能力之后 还拥有了再活几十年的能力 具体来说 这不是由一个自然之神设计的结果 而是由一个各种模式 在自然环境中竞争胜出的结果 最初人类祖先 和其他灵长类动物没有什么不同 都是在生命最后阶段 依然拥有生育能力 但由于人类从森林走向了草原 没有了保护不说 食物来源还翻天覆地的改变了 在人类跑不快 跳不高 咬不动的情况下 唯一有那么一只活下来了 这一只靠的就是智力发达 可以通力合作 完成狩猎和自我保护 但智力发达的坏处呢 就是当大脑发育到95%再生 那就生不出来了 婴儿的头就太大了 产道太小 所以人类的婴儿出生的时候 如果去衡量大脑发育程度的话 还需要大约五到六年的时间 才能让大脑发育到 跟其他哺乳类动物出生的时候 大致类似的脑的成熟度 发达的智力 这个对生存至关重要的因素 又必须得保留 于是育儿负担就会无比沉重 新生儿是不能只有母亲来抚养的 需要很多人一起抚养 在200万年前到1万年前这段时间里 人类的各种祖先 很可能既有一直保持生育能力的孰种 也有那些有更年期的孰种 一直保留生育能力的个体呢 就通过尽量的多生 扩大自己后代的数量 和自己的基因拷贝数 而有更年期的那类孰种呢 靠提前终止生育能力 来帮助自己的下一代养育孙代 借此来扩大自己的基因数量 那这两种最后谁胜出了呢 从今天的结果看 当然是有更年期的那个孰种胜出了 有人可能会质疑了 别说几十万年前了 500年前的全部人类历史 人的平均寿命都不超过30岁 怎么会有活到祖母年龄的 那些更年期女性呢 其实这是平均寿命 这个词对人的误导 在几万年前的人类部族中 一半以上的个体是活不过五岁的 仅这一点就足可以把 部族的平均寿命削减掉20岁 所以古代的部族并不是说 30岁以上就见不到人了 而是中年老年都有 只是从出生到成年这段时期的 死亡率太高了 导致平均年龄只有不到30岁 祖母在年纪只有40多岁的时候 不但可以看护孩子 甚至还可以跟随其他的女性采集者 收集食物跟劳作 哪怕祖母已经年过60 无法参加集体采集活动 也依然可以看护孩子 让那些年轻的妈妈去参加采集 这种模式 哪怕到了今天的现代城市 也依然存在 你看啊 周一到周五 白天小区里 推着婴儿车溜达的 都是老爷爷老奶奶吧 哪怕不是祖母 祖父亲自的照顾 也因为祖母在年轻的时候 有些积蓄 还有退休金 在自己的女儿 生下了孙代之后 还能给予一些经济上的资助 帮助子代跟孙代 共动难关 这些举动 其实跟几万年前 原始部族中的祖母 依然很像 但以上这些呢 都是一些符合演化模式的 马后炮的解释 证据呢 其实也有很多人寻找证据 比如说 有用计算机程序模拟的 那种研究会量化年龄 子代与孙代的个数 还有不同个体消耗资源 跟获取资源的数量 然后对比 有更年期跟没有更年期 在后代养育上的数量 哪个多 哪个少 但是这样的研究 依然是一种模拟 只代表 这样去假设人类历史 更年期是有理由存在的 但依然不是实时证据 实时证据呢 不太好找 那都是几十万年间的生活细节 哪可能还原呀 不过呀 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 实时证据的 那就是利用欧洲 进入现代国家之前的 详细的社会统计数据 来看更年期的作用 芬兰土耳库大学的生物学家 分析了1731年到1895年 这160多年间 教堂保留的人口登记数据 这份数据就支持了祖母假说 这段时间 数据保留的非常完整 而且芬兰还没有开始工业化 也没有现代医学 居民寿命最大的影响因素 就是资源是否充足 那代时期的芬兰 有很多孩子 都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在祖母的年龄 从50岁增加到75岁的过程中 50到75岁这个年龄段 祖母的存在 对小孩的生存率 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75岁以上的祖母 对小孩的生存帮助 就不那么大了 可是哪怕是75岁以上的祖母 对孩子生存的帮助 远不如特别年轻的祖母 但有也比那些 没有祖母帮忙的家庭 那些孩子生存率要高得多 还有一个研究 来自加拿大毕所大学 他们分析了1608年到1799年 法国圣劳伦斯河谷 149个天主教教区的人口登记 小孩的祖母 健在的那些育龄妇女 成功生育孩子的次数 比祖母不在的要多1.1个 这里成功生育的标准 还非常苛刻 并不是说生出来 就算一个成功 而是指那个孩子 要活过15岁才算成功 他们还把祖母 跟儿女居住地的距离 当做重要的参考指标 用这个代表祖母 照看孙辈的能力 因为在那时期的法国 研究就发现 祖母生活的离孙辈越远 她的女儿初次生育的年龄 就越大 成功生育的数量就越少 于是有祖母的家庭 就会拥有更多的后代 在那个年代的欧洲 有三分之一的孩子 会在5岁之前夭折 有二分之一的孩子 活不过15岁 有祖母的好处非常大 或者换句话说 更年期模式胜出了 以上就是祖母假说 和祖母假说相关的证据 接下来呢 我还要介绍一个 比留下更多的后代 更有意义的猜测 它甚至会让更年期 看起来有些辉煌 那就是人类寿命的增加 也很有可能是受益于 更年期模式的出现 这个猜测的逻辑是这样的 更年期是女性在演化中 突变出来的属性 这个属性并不是让女性 早早的失去生育能力 而是让女性的寿命 大大的增加 本来女性应该像 绝大多数的生物那样 生育能力丧失的时候 就该告别人事了 但突变之后 却继续长寿了下去 也就是说 有那么一些长寿基因 首先在女性身上突变了出来 只是她今天被多少 污名化为更年期了 而多出来的寿命 又偏巧可以用来照顾孙辈 让孙辈的数量提高 我们知道 孙辈继承了祖辈四分之一的基因 所以最早出现于 女性身上的更年期 换个角度 其实就等于是长寿 这些长寿基因 也积累在所有的孙辈身上 这些孙辈既有女性 也有男性 于是男性的寿命 也就跟着变长了 男人也长寿 属于是祖母效应的副产品 所以当我们根据今天这期内容 再去谈公年期的时候 就会发现 她不但是人类 在生育模式竞争中的胜利者 还很可能顺带着 赋予了男性更长的寿命 让我们更平静乐观的 面对更年期吧 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国客 咱们明天再见